巧克力還要三個好了嗎 模具一翻開 飄出濃濃淡香味 金黃外皮搭配超萌表情 是冷天氣造型雞蛋糕特別熱銷 尤其跨年夜人潮翻倍 台北人應該不會怕這個天氣 對不對 要看煙火還是得要來 一年就看一次而已 一定還是會有人 我們備貨了十四萬 平常只有四萬 雞塊帶皮下鍋油炸 餐廳內的料理 也搬到百貨棋樓外攝灘 我準備大概兩百多人份的量吧 測試試試看現在人潮有沒有回來了 廣場邊逛邊吃 熱糊糊蔬菜濃湯 準備百人份量 附近超商更是不敢鬆懈 四大超商平均備貨量增五到十倍 滷味一次煮好幾鍋 茶葉蛋也堆滿 不怕沒得買 擔心越晚人越多 門市被擠爆 提前把自動門拆光 另一家推行動車 賣蛋塔熱食 看天氣狀況不排除 在商圈繞行 但如果想叫外送 基本上就是先送送看 那個如果說就是像新人愛入風 假設他有在那個附近的話 就繞路這樣 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就取消 訂單多嗎 現在還不錯還可以 配合交通管制外送平台 還將暫停服務 點餐限制要注意 卡位跨年看煙火 也別餓肚子 三立新聞 林文盛增加宣 台北報導